每到车展 我最头疼的就是怕遇到跟东风相关的品牌 因为一大堆 比如说吧 东风 东风风行 东风风神 东风风度 东风风光 东风小康 东风富康 一大堆车企的名字 还有那么多的车型 生怕落下点啥 就比如说吧 今天我们拍的东风风 东 说起这个车的改款 其实也分成很多种 有的是大道阔斧的 有的是隔三差五的 像风行T5L这种没啥太大变化 又想表达发自肺腑的 就只能在配置和一些细节上 说到这个车的前脸的设计 你看它不规则的中网 中间的设计灵感来自于中国的顶 而它的两个前车头的头灯 虽然说中低配还是卤素的 但是全系给你标配了 帮我回家功能 包括还有自动头灯 再有就是全系也标配了 下方的这辆和LED灯组 这是属于典型的 没在低配车型上动手 精神可以立马抖擞 这辆车的车身的侧面 单从尺寸上来讲 只有高度增加了15毫米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变化 变化主要来自于 首先是它的耳朵 全系标配了电动调节 电动加热 电动折耳和锁车 自动折叠的功能 还有就是它的轮圈 低配的是18寸的 高配的是19寸的 不过1.5T的和1.8T的 低配的这个18寸的圈 扁平比好像不太一样 豪华以上的配置 就像我们这辆拍摄车 后面的玻璃就是深色的了 全系标配了车顶的行李架 包括这个Tintual 不过买低配的 你可得筹好 作为一辆能够提供 5座和7座版的风行T5L 我很喜欢这辆车 就是把第二排坐点往前翻 二三排放倒之后 形成一个全屏的屏面 另外就是它的遮物联 可以完全隐藏到下方 还有一定的储物能力 备胎抵挂 但也有我不太喜欢的劲 就是后面缺少点挂钩 再就是多一个12伏的电源 就更好 而作为整个车尾的设计 较之前也没有啥太大的变化 但你知道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吗 就是它真的有双边 共两处 整个内装的部分 就是在于它配置的升级 还有一些细节上的调整 比如说空调出风口的 镀铬的材料 还有我方向盘手握的这个位置 远风的车机 多了像是腾讯视频 还有微信的功能 甚至在多功能方向盘上 还有一个微信的物理按键 在这儿把它调整成了一个 风量的物理按钮 再有就是把原来在 中央副手箱的这个背夹 终于挪出来了 我们日常使用的这个位置 包括在左侧的这个储物空间 还有前方的这个位置 充电是完全没问题的 一个USB 还有一个12伏的电源 另外就是这辆车的座椅的泡棉 进行了优化 还有这种拼色 红色和黑色的搭配 包括红色的缝线 这也是新的变化 再说有一点呢 我个人认为是跟我个人习惯 息息相关的 就是它的这个方向盘的调节 只支持上下并不支持前后 这个多少差了点意思 另外呢 这台车还有几个非常够意思的配置 比如说全系标配了 倒车雷达 倒车影像 无要是进入 无要是启动 自动驻车 上坡辅助 陡坡缓降 这些功能 全系都有用 这辆车呢 我们在前面说过提供五座和七座版的 所以说它的第二排的调节 五座和七座是有区别的 五座版调不了前后 也调不了背仰 七座版呢 就完全可以调节大幅度的前后 还有就是它背部仰角的调节范围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是它最前的一个位置 那么再向后 所以呢 在在一定程度上 这辆车呢 可以很好的调整一个相应的 在长途乘坐的时候 比较舒适的一个位置 另外呢 就是对于这辆车呢 它的后排的一些基本的细节 比如说 在主驾驶的位置下边呢 是有一个空间可以放脚 但是缺点就来了 它的这个位置呢 是用的是塑料的 优点呢 我们之前说过好打理 但是缺点呢 特别各你的小腿的这个位置 所以你总是觉得 想舒服的话 会有一点点的别扭 其他的这个小的细节 做的还不错 比如说在头顶上 有两个可以翻折的小挂钩 方便你日常挂着东西之类的 另外呢 它的后排的中间呢 是有一个空调出风口的 这个出风口的下方呢 就是它一个小的储物空间 在这儿还给你隐藏了一个充电的电源 不过这一项十分高低配的 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呢 要区别对待 另外我们就来体验一下这辆车呢 它的第三排的程度感受 这辆七座版的呢 进入到第三排 打开右侧的这个座椅 向前翻折的时候 它这个角度特别有意思 你看它向前 包括向上翘的这个角度 感觉座椅要翻到天上去 港针 对于这辆车的第三排 我之前是一点欲望都没有 这不是说它2753的轴距的问题 在实际的这个体验当中 跟我预想的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首先呢在于小的细节上 比如说车顶的拔肘 这样的一个小的挂钩 另外呢就是在于左右两侧呢 还有两个储物的空间 再有就是对于这辆车的第三排呢 你当然得本着和第二排 友好协商的一个前提 来调整前面的那一个腿部的空间 所以呢以我一米八四的身高 坐在后排 其实体验感还好 尤其是头顶的垂直的空间 另外呢之前也有人吐槽 我说这辆车的第三排 放脚的位置呢 这块有一个坛 可能会影响脚向后挪动 但实际上呢 本身第三排的座椅就矮 对于大腿的支撑 没有什么着力点而言 所以基本上你的脚会向前去 实际上呢 作为一个城市型的七座的SUV 第三排呢 大多情况下都以应急为主 不过要是买这辆车的话 也需要在长途驾驶的时候 适应的去调整成员的高矮 胖瘦和乘坐的位置 改款的风行T5L呢 它的动力组合是1.8T配MT和这个1.5T的配6AT 前者呢是165马力 1.5T呢是156马力 这辆车开起来的感觉啊 先从油门的这种调校的状态呢 我觉得它是那种不敏感的 你轻踩反反复复的去点这个油门的时候 它几乎没有什么反应 你必须要在油门开度 达到一定的角度的时候呢 你随着向下去探 然后呢这个车动力呢 是逐渐被推下来 另外就是这辆车 如果你要想在短时间之内 急速的要超车的话 你现在这种状态 就比如说我们油门踩导体 你听 它是属于声音嘶吼 犹豫不久 这时候你所要去掌握的 就是心态 动力衔接的部分 1.5T配6AT 在平顺心上 你真的挑不出来啥毛病 而且呢 这套变速箱的逻辑呢 还挺有意思 就是你瞬间踩下油门 它最多一下可以降三个档 理论上来讲呢 确实这个感觉上挺运动的 但实际上的回馈呢 跟你要想加速的意图 好像就差那么点意思 那这辆车的底盘悬架调校的感觉呢 它用的是前曼富逊式 后面用的是多连杆 从理论上来讲 在这个段位呢 用这套悬架的表现应该是挺好 但我也不是想说它不好 只不过是在铺装路面的状态下 如果遇到比较大的起伏 或者说我们说的减速带吧 稍微高一点的 你能比较明显的 即使在驾驶的位置 会感受到它后面的那种抛离感 而这种感觉呢 你很难说在这个价位当中 它是应该有还是没有 因为有的人会说 你莫说这10万块钱左右的车 你就说某些豪华品牌 后面的悬架 它不也有的跳 也有的颠吗 我只想说你说的明毛病 而如果要说到这辆车的NVH呢 说心里话 我对8万块钱左右的这个车 不管是什么样的品牌 基本上就没有啥心里的诉求 实际上呢 这辆车的NVH呢 跟我心里的感觉 也基本上跟降道的水平差不多 风噪处理的还可以 但是路噪稍微明显一点 不过话也说回来了 这个段位的选手 大家只能去驱手 不可能什么都有嘛 这也是成本所决定的 而要是开起来 这辆车的整个转向的感觉呢 比我想的要紧致一点 这种紧致呢是什么 就是它的容错率呢 不是那么高 就是我在刚一拿到这辆车开的时候 我发现我打一点就有 你说这个余量的空间呢 要是一点没有 那也有点太夸张了 但实际上这辆车 它的这个转向条的风格 跟它整个底盘和它的定位呢 还是有那么一点区别的 回头你们有机会的去试一试 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